港環保与台湾与韩国相比 香港真的车尾灯都看不到 台北市市长阿文哲早前宣布 明年4月起市政府大楼金融即器餐具、容器、津装水等 而韩国一早就与一次玩完的餐具say goodbye 2013年香港每日平均送近百吨法宝交食物容器去堆填区 数字还未计计其他即器膠餐具 你死那些膠都未忘千秋万世还占领堆填区 如果你没有它那么有心机 将膠匙羹变成红花 请停止制造垃圾 一于餐具随身向即器餐具say no 市面上有很多很聪明的设计方便攜带 之前实施最低工资 有食肆请不到洗碗工 结果就转用了即器餐具 最低工资出现了之后 现在有一些公司投资了一些洗碗的行业 我看到他们发展得很快 除了食肆 香港部分学校都有用这种洗碗服务 减少制造即器垃圾 何慧平提到十多年前 有很多可降解的环保餐具製造商 向他们的机构申请环保标签 但近年已经没有 一来香港的市场太小 而来政府对新环保产品也没有太大支援 那究竟香港政府会不会像台北那样 牵头减肺呢 但政府要有这样的决心 我现在就是未看到 为了避免香港将来周围都是堆填区 不如就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先 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